刘比娃没事,看我看见啊,2024年的5月19日,彭诺盒子下了大雪,这上山来溜滚玩,这大雪下人,哎,够了吧?不够,两个半啊,是不是两个半,你看看? 5月19号,牡丹江红道盒子还在下雪,2024年啊,5月19日,红道盒子大雪纷飞啊,这天,穿着半年袖开着车啊, 看看这个路炸的,炸的祥林,给地震啊,这是改屋里边躺起来,房子怎么炸的,炸的祥林,让那个小孩港七的那根啊,炸的,卖的,都炸的了 走进河南唐河,24年小麦收割现场,而且这家呢,是我们家的高级会员,这个小麦呢,已经装完车了,是随收,随装,为什么呢?一会儿得给大家看看,因为你看我站了上面都不,不拴脚, 现在啊,是老百姓,这个有很多的口中,啊,这个很湿的小麦就割了,这个地区啊,再有两天四麦就结束了,目前啊,这个小麦的价格啊,往外对外卖,卖八毛多钱,八毛到八毛之间, 收老百姓的,你自己算什么,这就是,八毛一的小麦,都在收,都在收割猪,小吃开始收,这些都是农户,收凉的,自己开始卸了,算了吧,大爷啊,一亩地,一亩地喝多少斤啊, 不知道,这么湿就割了,六七百斤,六七百斤,六七百斤,哎呀,割得有点早,现在不行,现在就不行,不行啊, 买了多少钱啊大哥,大哥买多少钱啊大哥,买多少钱啊,都八毛钱嘛,八毛是吧,八毛钱, 大家看,这就是河南的白亩小麦,二十年前一块钱一斤,二十年后的今天呢,还是一块钱一斤,二十年前的工资到现在不知道翻了多少倍, 唯独农民手中的粮食,它不涨价,一斤粮食,没有一瓶矿泉水柜,农药,化肥,种子,农业机器,都在疯狂涨价, 农民养活了化肥厂,农药厂,种子厂,农业机械厂,却唯独养活不了自己一家人,没有办法,大多数人都选择背井离乡, 远走他乡去打工,干着最脏最累的活,还被别人看不起,成为别人眼中的农民工。 你看看,江北奇迹城,这个压什么耍了,着火了,沟通下爆炸了,结结人就整这样, 颅眼,我上这边,太吓人了,这是,那是52号楼吧那家,52千边,52千边,那是52号楼前边,这叫压啥往下,那家。 完了完了完了 5月20日 伊朗官方媒体报道 伊朗总统伊布拉辛 莱西 巴巴尼瑞丽 和外交部长 搭乘的直升机坠毁 飞机残骸现已寻获 现场无生命迹象 救援队冒着暴风雪 在崎岖的地形下 连夜搜索坠毁直升机 于周一凌晨 抵达东阿塞拜江省 East Azerbaijan 的飞机残骸所在地 据伊朗国家新闻IRIB报道 伊朗红新月会负责人 皮尔·侯赛因 柯利万德 皮尔·侯赛因 表示 在伊朗东阿塞拜江省 坠毁的直升机上的乘客 无生命迹象 我们可以看到残骸 情况看起来不太好 他说 在坠机地点 直升机乘客中 没有发现任何生命迹象 伊朗总统莱西 据信已死亡 此前伊朗机构报告称 在在有莱西 外交部长侯赛因 阿米尔 阿卜杜拉西安 和其他7人的直升机 坠毁现场 没有发现生患症 伊朗国家通讯社 Iron和半官方通讯社 Mair News也报道 伊朗总统莱西乘坐的直升机 坠毁现场 无人生还 一名伊朗官员 在搜救队 找到直升机残骸后 也告诉路透社 莱西总统的直升机 在坠机事件中 完全被烧毁 不幸的是 所有乘客都可能死亡 阿纳多卢通讯社 在社媒X上写道 周一早些时候 一架土耳其无人机 发现一次直升机残骸的热源 并已与伊朗当局 分享可能坠机地点的坐标 伊朗陆军参谋长 下令动用军队和经历革命卫队的 所有资源进行搜救行动 63岁的莱西 于2021年当选伊朗总统 自上任以来 下令收紧道德法律 监督对反政府抗议活动的血型镇压 并大力推动与世界大国的核谈判 据人权监察员称 他在一段时期内 对异见人士展开严厉镇压 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 埃托拉·阿里卡姆内 拥有对外交政策 和伊朗核计划最终决定权 如果得到哈梅内伊的批准 下一任总统继承人 将是第一副总统 穆罕默德 莫赫贝尔 马哈曼·莫克尔 与他的前任 温和的前总统 哈桑 鲁哈尼不同 莱西与哈梅内伊 建立了密切联盟 许多伊朗人相信 莱西正在被培养 以接替患病的 85岁的哈梅内伊 早些时候 伊朗国家广播公司 停止所有常规节目 白宫表示 美国总统拜登 已听取有关 伊朗总统坠机事件的报道 北京表示 对此表示深切关注 欧盟提供 紧急卫星测绘技术 帮助搜索 政府就已经呈灭了 这种事件 有百草之王美育的人生 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 在韩国出产的高利参 还有活化机体作用的多种有效成分 可增强免疫力 是疾病无法入侵 被称为万灵补品 高利参分野参与栽培两种 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 入药用的人参又有参晒参 白参 红参等不同的成品规格 玄宝黑参口服液 以百分之百韩国优质六年高利参为原料 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 东医宝剑 记载的九争九铺方法 纯手工制作而成 高利人参含有34种人参灶带成分 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 另外人参灶带RARF RG3RH2 为高利人参独有的成分 经九争九铺制作后的黑参 灶火兴致进去 一年四季及任何体制人均可服用 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 吃高利参上火的问题 提高了有利于人体吸收的 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 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灶带 RG3的含量比红参高八倍 人体对玄宝黑参中的人参灶带的 吸收率高达80%以上 是红参的六倍多 是白参的16倍 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 输入优惠码 DJ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 接下来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